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重重 又来到我们一周市场回顾一展望时间 今天是6月2号周五 我们来看一下这礼拜的一个市场情况 我们在开始之前呢 我们那个 原来就是说 如果这个视频你听过之后 如果第一次听 如果你觉得这视频不错的话 那你可以欢迎 就是大家能够转发给你的朋友 因为我们希望这个 在一个视频能够传递到 整个华人社区 让我们华人的朋友们 在这个超普在这个投资上面 能够有帮助大家 能够抓住这个美国方向 以及给大家一个正确的 一个投资的习惯跟这个知识 那我们非常欢迎能够转发 好那我们开始之前呢 我们就开始我们的那个视频 那我们第一个的话 我们看一下美国大盘 美国大盘这个是周线标普500的 这个周线图 那很多人会问说 那为什么只看标普呢 不看道琼不看科技股 或者说也可以看小华股啊 还有其他那种 那为什么就看标普呢 因为标普是属于那种交易者的这样一个 就是这个index这个指数 那它的涵盖范围也比较全面 那就是像那个纳斯达克的话 是比较属于多的是科技股跟生化板块的 那道琼的话 它就是世界 就是属于世界级的那种大公司 30个 那30个的话毕竟代表性 是不错 但是并不是很广泛 所以呢 就是标普500 500个公司 刚刚好 就是比较有代表性 所以它是属于那种就是中型大型的公司的一个总和 那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看大盘后 我们也会讲到其他纳斯达克啦 还有这个小盘古生生化板块 还有其他板块的细分的 但是呢 以大盘指数来讲 我们用标普500来做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盘标普500 从这个2009年的牛市以来呢 一直都往上 而且都没有中断 而且它是保持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通道 从这个666点 现在是2400点 其实是光光指数就已经有四倍了 那更何况是其他的这个个股 还有这个这些都非常厉害 所以就说 这个是一个牛市行情 所以没有任何 就是说 现在趋势有退化的现象 那过去一年多 也就是1516年 有可能会有 就是 崩盘的这种可能性 但是呢 最后还是被拉起来救回来 在这个头肩顶的一个颈线 这个地方 稍微穿破后来救回来 那 如果没有的话 没有救回来就像这样子 一泄千里 那但是呢 就是被救回来 那救回来 而且又站上了通道 所以基本上现在都还是很明确的牛市的情况 所以没有理由去看空这个牛市 虽然我们并不是极度的乐观 说这个怎么样 但是呢 我还在讲一句说 这个是一个牛市 基本面是 基本面跟技术面是共同配合的 就算大家看到经济在怎么差 这个失业人口 就说 虽然政府报的很低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这个领这个失业 然后或者说这个补助的也还是不少 但是呢 还是要说一件事 你会说 这是一个 就是比较属于经济温和扩张的时间 那利率还低 Fedal Fund Rate 就是联储的利率 现在是大概1%左右 1%多一点 那要到 要到 就是 4%左右 或5%左右 才会对整个就是牛市产生 比较大的威胁性 就是 资业流动的一个减缩啊 怎么样减缩啊 什么的 那 所以在此之前 基本上还是一个牛市 的行情 那我们 就是说 反正 你会找到 有不知道的事 那他就继续走吧 那 那我们就是说 这是一个牛市行情 所以我们 常常会看到说 有些人说 这是不是 这个已经是世纪之顶啊 或者说 这是不是一个 相对的顶部啊 呀 谁知道呢 但是呢 没有做头之前 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 做头的一个倾向 做头会花了 这个应该都还是上升行情 花了半年 一年 一年多的时间 做头的时间 做出来 才有可能说 它可能有危险 不然的话 基本上还是一个牛市的行情 所以 大家要认清楚 这个明白 这个道理 好 我们看一下 近一点的 这个周线图近一点的 这个没话讲 都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一个 回调在上升 回调在上升 基本上都还走在一个快速通道 也就是快速的这个均线上面 那基本上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我们上周有提到说 这周 上周突破吧 突破这个箱形的顶部 那我说要回撤 这个2400 结果 周 上 就这个礼拜 周二吧 我们看一下是哪一天 我们看一下是哪一天 周一吧 周一是吧 应该是周一 不对 周二 周二 周二就是周一放假 周二的话 就是出现一个跌幅之后 就往上涨 往上抽 而且 我们先到这个 周线图来看 那你看 他这个回抽 然后呢 回抽这个图 之前的阻力 然后呢 马上站下去 所以非常非常的牛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日线图 日线图的话 我们上周提到说 就是 上周突破 突破 那周 周 应该是周二三四 周三 周三一回踩之后 往上走 那 我上周提到说 这个因为箱形的 计算关系 所以 目标有两种 可能一个是2450 一个是2480 那今天 已经收到2439 所以快涨了 差不多将近一半了 箱形的一半 所以呢 当然目标要达成之后 可能会有一些回调 那回调当然不太可能 再回到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的箱形之下 如果箱形之下 那本是这一段 涨了 就是乱 就是 白涨了 那通常可能 涨到目标之后 2450 2480之后呢 可能会做一些回撤 回撤可能再 回撤到2410 左右 那就会再 做一个盘整的区域 那大体上是类似像这样子 盘整 然后往上 回撤之后 你看很明显 突破 回撤之后 踩着就上去了 然后呢 在这边做盘整 没有回到之前的区间 然后做一个横向盘整之后 回踩又上去 在这边回踩上去 箱形的回踩也是很像 你看 这个里面是 非常非常相似的 在这边做完以后 盘整 突破 回撤出去 这个回撤更少 就上去了 所以目标的话 就是2450到2480 这一波的 一个大概估计的目标 那我们 就说 上升趋势 上周 这边我看话到说 两种可能又是 要玩的直接上去 不然就是 回踩这个支撑 那你看 这支撑都没有换过 那也的确 踩了支撑之后 就往上反弹 那非常强劲 所以我们这样讲 如果他这边 继续走 那没问题 但是下周的话 就特别注意 不要再回来 这个2420之下 如果回来2420之下 的话 那这个的话 就比较不好 那原则上应该不预期 会回到2420 如果有的话 当然如果他这边 再产生一个 就是指标要超卖的话 那也是一个 可以再买进的地方 那 那就说可能 未来下周 要马上就继续往上走 不然就是他会做一些盘整之后 再决定下个方向 其实还是往上 那anyways 就是说这个是QQQ 纳斯达克非常的强劲 从这个 差不多 4月份 11月份 就一直涨 基本上没停 而且其实 从去年的7月 往上涨之后 休息了几周 然后又继续往上走 而且是 这个走得更厉害了 所以 纳斯达克 基本上非常强 什么时候停止 大家也不知道 但是呢 通常停止的时候 会有一些比较小的 可以先出来 或者说比较 有几个比较杀跌的 可以先出来 那财斯稍微会停顿 否则的话 趋势才能向上 会有一段 就是说 不会距跌的 那但是盘整可能会有的 所以 就注意一下 这个情况 那不然的话 这个多头行情 那没有什么好空的 那做空不是 有智慧的行为 或操作 那道琼的话 也跟上来 道琼也突破新高 然后呢 在这边盘整几周之后 那终于 均线拉上来之后 又把这个价格往上拉上去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小盘股 小盘股的话是之前的落后的 而且有一些讨论 就是说他会不会 会不会就是造成顶跌的一个代罪羔羊啊 就是其他也要修正 然后他的话会下跌 但是后来没有 继续在这个盘整的这个区间 IWM就是罗素2000 在1335 1350到1425这个区间盘整了将近六个月了 那这一次是不是有机会突破呢 我们大概现在不知道 但是呢 趋势还是向上的 没有太大改变 因为这个还是都是主要的均线盘整 那盘整完以后 如果是往上突破 那可以再继续往上走一层 所以操作上的话是这样 就是说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会继续往上突破 但是呢 你在突破这附近的阻力 你可以互利了解写出来 那但是他这个均线 这一座K线是比较强一点的 所以他会不会有可能带领向上突破 我觉得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所以突破这个部分之后 那还会有一段上涨的行情 那所以特别注意一下 小盘股如果上涨的话 那通常大盘股也不会 就是像道琼或者是纳斯达克 标普也不会超哪里去 只是就是说 他的涨幅就是IWF 或者是说这个Russell 2000 这个会涨幅比较多一点 那其他的DOT的指数 涨幅比较小一点 反正差别在这里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XBI 就是那个生化板块 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从周三见底之后往上用力抽上来 而且K线相当的强劲 所以这边等于说是一个扭起的盘整 那横向盘整 那支撑都在 所以低买高卖 那这边的话就是最大主力就是72块 如果XBI72块能够过的话 那再过了这个74块的主力的话 那这个会有一段上涨好几到80块左右 所以就特别关注一下这边 这边比较难是因为这边有一个盘整区 那这边也是之前的主力变成支撑 那所以在这边盘一盘也是非常健康的 所以这边盘整就是只要不要跌破这个支撑线 也就是在66块的地方 那这个XBI基本上都是还可以的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基隆板块还是需要补涨的 它没有涨那大盘涨的还是需要 虽然其他板块像工业板块 工业板块啊 科技股啊 还有这个 这个制造业 还有其他这个板块都还不错 除了这个基隆板块跟能源板块 还是非常弱以外啊 那其他都是很强的啊 包括这个民生必需品啊 这些东西非民生必需品啊 那都是非常强的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基隆板块 它这边还是一个 就是主力线啊 那需要突破 这个24块 24块1 那才会比较好的一个 就是盘整结束的一个象征 所以这边特别注意一下 最难看的是XLE 就是能源板块啊 能源板块啊 这个一直都很弱啊 然后啊超卖很多 抵背离再抵背离啊 那这个的话就也是需要看到 像XBI的这种啊 超强的这种拉伸卡 那才能确定它是不是底部完成啊 不然的话 还是会受到这个均线压力的影响啊 那这个是很厉害的 那台子没有提振钱的话 XLE还是会弱下去啊 看一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继续下行啊 那 看这个趋势基本上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那虽然这边的支撑 那我们需要看到支撑有稳住了 我们才能够做多看多美元啊 否则的话美元是稍微弱一点 所以继续往下沉 那但是预估上还是在96、95地方 应该是有个支撑的啊 所以我们到时候看一看什么情况 如果95、96没有支撑的话 那就要到差不多93、92那地方啊 92、93、94的这附近 OK 所以特别注意一下美元指数的情况啊 这个触底的情况 黄金比较特别啊 黄金的话 黄金其实是还不错 但是现货不错 但是GDS就表现不怎么样好 那 所以这个是有分化现象 那 不管怎么样 黄金是一个 这个上升趋势的行情 现在在阻力 这个1290附近 那 如果能突破的话 那就会有很不错的一个涨 如果突破1297、130的话 那下一步就是要到差不多1330到1400左右 这地方 OK 那我们看一下GDS GDS的话横向盘涨啊 那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空间 这个基本上上升空间都非常小啊 你看这个三角收敛啊 那 就看它是往上或往下跌破或往上突破 操作上这样来着 那 JEO咖啡豆就不用提了哦 我之前讲过说 咖啡豆不好 虽然它有拉着引线 可是 我们看是什么时候 这样子下沉的 我们看小时图 JEO小时图啊 那在这地方 就是 看起来好像有稳住 可是不行啊 又下来了 所以 我们很简单的看到 你看这个均线 这个时差啊 那基本上都还是一个空头行情啊 一直都还没有办法扭转 这样讲 我们如果逆趋势的话 止损一定要拉近啊 并不是说不能做 但是止损拉近的话可以做 但是呢 止损一定要小 但是呢 最容易做的还是趋势向上的时候 那这现在暂时趋势向下 所以就比较难做 那反趋势的行情 一定要止损一小 顺趋势的行情 那止损可以放大一点 没有关系 这是很多人 做相反的事情 被套劳的时候 都很有力气 会很有耐心的 这个继续拗啊 我是住套房啊 我是长期投资啊 这样安慰自己 那可是呢 当这个赚一点点啊 比如说赚个百分之十啊 百分之十 哦赶快 获利尔结 怕整个获利的水分被打掉 这个其实没关系 人之常情啊 我并不是在笑话大家 但是呢 这真的是很难啊 这个心理层次很难 但是呢 你要成功 一定要克服啊 所以就是这很重要的 就是说 股市啊 有时候是违反人性的作为 其实也不只有股市啊 全世界很多事情 你要成功 你要做违反人性的事情啊 像像两千年这个 这个 这个 电脑啊 这个高科技 这个泡沫 很多人说 这个要读什么东西 专业比较好 读电脑 连读以前 学中文的也读电脑 这个 学地质的也读电脑 这个 学文科的也读电脑 那这个不可能这么好嘛 对不对 那等于说有点是差协同理论嘛 就是当当投资大家觉得好的时候 连差协同都知道 那表示这已经是快要接近尾声了 所以所以就是说讲到这个地方在于说 大家一定要就是做这种就是反方向事 那并不是说现在上升行情叫你去做空了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敏锐 而且是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而且最重要就是说在于说 这个我们要顺势而为 而且顺势而为当中 我们就是要就是在这个交易的习惯上面 我们别人的坏习惯 我们要把它成为自己这一个一个借境 然后要就是就是反 不是说反之而为 就是说要能够一个学到一些别人的经验跟技巧 然后我们能够把它做更好 那我刚刚回到这刚刚讲的在于说 这个这个趋势不对 我们就一定要把腿就跑 那趋势对的话我们就要拿着 勇敢拿着 不要就是好像就是一下子就是有了获利 就我已经够了 我赚够了 我先走了 再见不送 不能这样子 我们趋势对我们就继续抓着 就不要怕这样子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讲到黄金 讲到GDS 讲到这个咖啡豆 好我们来看一下八八 阿里巴巴的话 这个在之前历史高点突破了 突破之后稍微有点犹豫 那我们犹豫代表就会跌 可能会再往上走 但是如果回撤也没关系 如果回撤还是一个很好的调整 我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加仓的机会 那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影响 但是上周一个黑头K 黑头K就稍微有点代表会有转折 不一定 但是转折接近 所以特别注意一下 八八的转折很接近 那不一定是对 但是至少就稍微要当心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WIN WIN非常强 我们从今年年初讲九十几块啊 九十四块 九十二块 讲到现在一百三十五块 涨了几% 涨了将近三十四十% 所以而且才只有几个月时间 所以而且它趋势非常干净利落 一上网上抽之后 就基本上没起码就往上走 这周又向上蹦上去 因为我上礼拜说什么 我上礼拜说 这里面有一个主力 然后呢像一个三角形态 那结果这周又突破了 所以这种形态学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去学习参考的 如果不懂形态学 我在基础班有上 所以大家可以报名基础班 下一次上课的时间 大家注意一下待会儿我的一个这个广告时间 那不管我们这样 我们现在先回到我们的视频里面 那WIN上去的话 你看突破最重要的阻力 那再来的话呢 继续往上走咯 盘整一下也可以 然后呢下一个目标 如果这边站稳的话 那我们下一个目标就是153左右 OK那所以在这边可能还会有一些盘整或拉回也是 但是无非不可赢 那结束之后还是要继续往上走 那这个赌博股这种所谓的娱乐产业非常的强势 那我们再看一下TLT 20年国债 一样非常强劲 这个我在这周 119的时候就讲过了这个是可以做多的 而且趋势向上 很多人说下个这个月只要加息可能会加息或怎么样 那不用猜啊 我们不管怎么样想那么多也没什么用 因为说不在这个这个头头想破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 你要到那时候才才知道 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技术层面来看 我在这时候突破就说会有回撤 回撤之后就真的就踩到踩到点要上去 所以这个都非常乖的 就是按照基本原则来做 Anyway就是说在这地方 主力 127 126 那特别下周注意一下主力 这边会不会再引起一个整理盘整 然后呢再继续往上走 可能性相当大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FGEN FGEN FGEN呢也是一样 我们前一天都提过 它还是非常好的票 很多人问我说啊什么时候买啊 其实这样讲啊 每个人的这个时间长短不同 但是我只是告诉你说这个票非常牛 可以买啊 那可以持有 可以就是搭的那边有关系啊 那那个你看它这个地方支撑一直在测试 这个其实并不是很很漂亮的票啊 因为它一直常常在踩这个这个你的极限啊 就踩你的支撑啊 那会比较稍微没那么容易做啊 那我们就说你可以还是可以做啊 长期搭的还是可以做 或者呢找比较容易做 你看这个很干脆回撤 弹起来回撤然后就上去了 再做一点想回撤上去 不会像之前这个地方 这么多根影线 那这个很很烦的 我说实在 那我们看到这个有些股息就特别的 就干净利落 BX 之前我是在哪里讲的 在这地方讲的 对不对 过了一两周回撤之后 那反弹也是弹上去 过了之前的阻力啊 现在一定要往下一个阻力走咯 那注意一下二十四 三十四块的附近 那一样的这个拉回都可以买进 BX 另外NOW也是 在什么时候讲的啊 在大概这时候讲对不对 然后呢 95现在107啦 那也是几% 所以牛票继续拿着 或是拉回就买进 OK 看一下这个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的话 这个地方非常有趣 在这个阻力31 503175的地方 如果能过 那它重新站位通道 那还有一段非常不错 如果不行 那可能会稍微破底 这个3000点 可能会有机会破底 其实破底形成底背离更好 那我们倒不再看看 但是因为目前为止还在挣扎当中被阻力挡住了 所以有做A股的朋友们下周特别注意一下这种情况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EWH港股 那我们用EWH来作为港股的 TICS就是SIMBOL 那这个上周突破了一点点 然后这周 这个继续拉上去 所以 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形态 你看这个形态非常干净利落 到了 然后稍微缩一点 然后呢 隔周往上突破 然后再继续走 盘整一下 又这边稍微缩微一点 缩矫一点 然后再继续突破 所以非常非常的标准的一个 这个图 所以非常好 这种图就好做 好 我们今天就到 差不多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稍微有点commercial时间 我们 如果你视频 不管是你看得懂 或者是说 你觉得 看起来有点吃力 想要 学一点这个技术后面的东西 那我这边有offer 这个基础班的课程 那这个是五周 大概这个八小时的课 那内容非常的精彩 讲到心理层次 讲到操作上方面的 基本知识 那对大家的这个会非常有用 所以什么时候 6月26号会开下一个班 所以如果你有心情参加 你可以开始跟我报名 或者是可以去问一些细节的东西 那学费的话是200块钱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价格有提高了 那就是说把这个内容 也能够把它弄得更扎实一点 我们报名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内容在这里 资讯在这里 大家可以自己看 中期班的话 我们就是说也是非常非常就是内容充实的课程 而且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那我这边所有的不管是为什么能够这样看 能看那么准 或者说还看得蛮正确的 那为什么重大这么牛 那就是说这些东西 我都在中期班会教大家一些怎么样的实用指标 方法怎么看 怎么去感觉 那当然需要点时间 所以在中期班我们还是有学习群 那在这边学习基本上时间限制 没有什么时间限制 所以不像坊间的一般 就是给你上八周六周 然后上完之后 上面这个也就没有太多发文机会 或者说这个给你看个视频 然后可能几个月把你删掉 那视频是永久保留的 然后呢 在中期班基本上也是一样 就是大家进来之后 那我们就说尽量给大家多点时间 能够发文 能够作模作模 然后呢 这个方法 然后呢 就是为非常的在这个盘中 这个也给多一些例子 给大家做操作参考 所以都是非常有用的 那最重要的训练 还是训练大家能够有独立操作的能力 因为我这边还是要讲一下 就是说有些人觉得 像有些群啊 不管是我们大群或者是外面的群 就是有些人会很厉害 就是说哇这个邯丹 然后呢 可是你会仔细发现 你会发现说 这邯丹有时候 其实打个比方 像我们现在大韩上涨 那可能有时候会有 就是高手 会跑进来说 哎这个我们要做空 然后呢 给了空的点位都非常好 那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对 这个每个人操作不一样 但是呢 会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说 哎这个美股要空了 然后呢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操作工具 所以做多 然后呢又可以翻空 就是这个到底呢 我们反手做空 然后呢 做空到底了 然后反手做多 哇好像那个布袋戏 或者说那种国剧金剧 什么乐剧什么 就是好像很厉害哦 那好强哦 那就是会那种 就是有那种 这个崇拜之情 那这个没有什么不对 因为立高手 大家这个去 就是说崇拜 他是很好的 但是呢 大家不要忘记一点 就是说方向问题 就是说 我们打比方 像大盘从上个月到现在 涨了大概50 75个点 那你 你想想看 你如果做空 当然大盘是上下下的 你可能做空 真的你有办法累积到 做到50个点 100个点吗 就是等同于上涨的距离吗 我觉得很难 而且不太可能 而且你做多以后 有时候你的思维 很难马上就变成做空 然后做空完以后 又很难 思维马上变成做多 那到最后变成说是 这个会有思考混乱的一个情况 那不是说别人 是说我自己 我自己大家觉得我很牛 可是我自己都 如果同时要做多 跟马上转档做空 我还没那么厉害 这还是要承认 我做多 就你做个方向 会有比较锐利的一个 我们说这个杀鸡要用 不要用这个杀鸡 不要用牛刀 或者牛刀小事 whatever成语 就是说我们保持一个单一的方向 会是最好的 那单一方向是什么方向 就是最舒服最容易做的方向 我们看了这个大盘的图 我们很明显知道这上升趋势 我们就是拉回做多 拉回做多 拉回做多 那就是最好赚了 像你看我们从半年以来到现在 这个大盘涨了多少 如果你是做空的 那不是辛苦吗 第一个等不到做空的机会 说等到了 那空一下就被卡卡卡 就是尬上去了 那好吧 说让你赚了钱 你敢全仓去空吗 也不敢 那何苦呢 对不对 所以就讲说有时候我们 有些就是大家在大群 可能会有看到一些人 他们很厉害 那很厉害我觉得可以去学习 这个我非常的鼓励 但是呢大家在学习的时候 必须要自己去审视一下 就是说 这个人到底方向对不对 我们不要说就是 就是就是常常 就是明明大盘是向上的 然后喜欢做空 或者说明明这个大盘 其实或者说不要说大盘 一些贵金属 或者说一些 commodity 商品是向下趋势 天天就是在那边做多 那做多都是做一段短的 然后做一下 哎好出来了 哇这个今天赚了几点 哇好厉害哦 然后大家都拍拍手拍拍手 可是你看看 这能够对你的账号账户 有利多少呢 对不对 我们还是操作还是要走 那个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顺势而为 所以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 那所以给大家一个 就是参考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知道 这个顺势而为重要 那我这个部分讲多了 那只是说这个 这个其实 真的是对每个人操作 非常非常有重要的观念 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讲 那这个中级班的 这个课程的内容 所以有兴趣的 大家就跟我来联系 那这个中级班是随时都在开班的 然后带状学习 自己看video 但是呢 在中级班的学习群里面 有很多的讨论 那很多很宝贵的知识 那非常实用的东西 那这个如果同学想要报名 或者说不确定课程怎么样 我也甚至可以给大家 这个在里面的同学的 这个这个referral 那大概去问一下 他们的得着是怎么样 OK 好我们这个 如果没有加入大群的 大家可以加入大群 因为里面有 每天有给大家这个早安点位 就是大盘的支撑跟主力 那特别支撑主力呢 就台上讲一下 就是说像前阵子 这大盘涨起来 那有些人就会问 涨一天 大家不以为涨第二天开始 就有人问了 说 从大这个我现在空仓 就是没有仓位 然后想要做多怎么办 那通常我就会跟大家讲说 这个早安点位 它其实有一个特别用法 就是说 当牛市行情起来的时候 特别不是在震荡的时候 是上升趋势的时候 这个每天早安点位的支撑 通常都是你可以加仓 波段加仓的地方 可能你说 怎么回撤那么少 可是回撤那么少 你不买 那你又上去了 你又隔天 你又叫说 我什么时候可以买 那不是 那我能跟你说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这边跟大家讲 就是说 如果上升趋势确定了 你说这个涨很强 就像前天 然后呢 昨天你说 我怎么办 好那你看着我写的这个早安点位的这个支撑 然后你在支撑的地方 如果稳住就做多 那这样的话 你就确保你不会踏空 不会踩空 说别人长了笑哈哈的 就笑哈哈的 结果没有你自己苦哈哈的 说怎么跟不上 那更何况说是做空 那我们这个今天在群里面 有碰到一个兄弟 就是讲到这个这个做空 那我的答案是就是说 如果刚刚讲了 上升趋势当中 如果你不是说你不可以做空 还是可以的 厉害还是可以做空 但是我只是觉得说 你做空你支撑一定要很小 如果不对 三个点五点赶快就跑了 不要硬 说啊这个可以拿到 它就跌下来 那上次硬龙 如果你运气好 它会再跌下来 但是这种 不要常做这种事情 这侥幸的事情不要做 你到万一没下来 搞不好就继续杀上去 然后你又不止损 一直想让它下来 就时间一长 它根本就不下来 对不对 你如果去年被空 被做空被卡住 我跟你讲 现在根本没有机会下来 如果你前年做空了 那当然现在更不用讲了 没有完全没有任何希望 跟机会 就是说你如果做空反方向做错了 被被被就是说这个这个这个 套住了 你绝对要在小的地方 支撑就很快出来 不要不要常抓着 你你你上升趋势当中 你如果如果说是做多 你可以常打着 不要说 哇 涨个百分之十百分之五 哇 这个像刚刚讲 哇 哇 好怕那个利润没有啊 然后哇 不错了不起 赚短短时间赚那么多 他就赶快要出来 这个心态还是要调整过来 那我这个地方已经说多了 所以我就不再讲 所以 Anyway 就是说 盘后小节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 特别是在这个周三 虽然大盘跌很凶 跌破了我之前所讲的 这个支撑跟阻力 但是我在盘后小节都很重要 就是保持在哪里哪里 之上短期趋势不变 那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 这是一个重要支撑 2400 2405 是一个重要支撑 我这个其实在大群里面 讲了好几天 就是 就是讲这个支撑 那包括 今天我在群里面 刚刚 刚刚weekend video 就在前面的地方 跟大家讲说 2420是现代的 最重要支撑 所以也是一样 就是说 如果下周回撤到2420 如果有反弹迹象的话 你还是在那边做多好 一样的意思 就是说 有时候我在 这个日内的支撑阻力 有时候写的范围比较小 如果当天范围变大了 那大家就回头去看一下 这个盘后小节里面 所讲的这个保持在哪里之上 那边都是一个重要支撑 那包括 如果你是一个下调过 跌破了 然后呢变成一个下降趋势 那某个点 某个点那是一个重要阻力 重要阻力过了 那自动就是要翻多 所以大家记住一下这一点 OK 如果你没有在大群里面 想要加入微信群的话 我这边有四个群 第四个群也快要买了 应该在一两个月可能就买了 那不管怎么样 如果你要加群 就记得加我的微信 那这是我微信的ID AIA Hotline 或者是加这个脸书的这个里面 也可以 这是我的QR号码 大家如果有兴趣就扫我的QR号码 然后就可以加入我的微信 再让你到大群去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地方为止 那祝大家能够有美好的周末 那这个 周末休息嘛 好好陪家人 然后有好的休息 然后整顿一下 我们下周能够有更好的交易的一个结果 跟Return 那祝大家都能够有好的获利 然后呢 也能够有好的一个周末 那愿神祝大家 那我们现在到这地方为止 那我们下周见咯